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嗨,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款我最近新入手的一个徒步背包 就是我身边的这个来自Ospry小鹰 它的型号是Tempest Pro,中文名称叫暴风,容量是28升 是一个专业女性设计的轻装徒步背包 那正好我这两天有背它出去徒步过 所以就想趁着星星来分享一下我的使用感受吧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是一款具有专业性和科技感的背包 首先它的专业性体现在这是一款专门为女性设计的背包 那女款背包跟男款背包有什么区别呢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选择女款背包呢 我们知道女性的身形跟男性是不同的 比如说跟男性相比我们大多数的女性肩部会比较窄 胸阔也会更加窄和薄 同时呢宽骨这块会比较宽 所以女性背包的设计就是更加符合女性的身形 就比如说像我手上的这款女款背包 它的整个的包会更窄一些 同时它背部的这个设计 它的背长会相对短一些 然后它肩膀的设计呢也会更加符合 和贴合我们女性的这个颈部的曲线 所以所有的女生朋友 如果我们在选背包的时候一定要选女款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去贴合我们的身体 更加的舒适 同时也可以最大程度的去减轻 这个背负给我们带来的重量 那其次呢这款包的专业性和科技感 体现在它的材料和它的重量上 这款包的材料用的是一种叫nanofly的一种科技面料 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足够轻 同时呢也耐磨还具有这个防撕裂的特征 这款包整体的重量 我这个是28升的 它不到1000克 我看了一下如果大家买到同款的20升 它的重量只有0.6或者到0.7千克 真的非常轻 这是我所有的涂物背包中最轻的一款 真的是背上毫无压力 跑山也没有任何问题 第三呢这款包的科技性和专业性 还体现在它非常优秀的背负系统 像我刚才讲到的它的肩带非常的舒适 同时呢它的腰带也可以最大程度的去缓解我们肩膀上的重量 而它的这个背部的设计呢 它的这个背板的设计采用的是一种升级的技术 叫做airscape 中文应该是叫空颈 空颈背负 那它的特点就是大家看它的背面的这个背板 是成这种蜂窝状的网格结构 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弹性 所以它能够最大程度的帮助我们去排汗和散热 同时呢又跟背部非常的贴切 背起来非常的舒适 那最后呢这款包的专业性还体现在它非常丰富的挂载系统和很用心的细节设计 简单来说就是非常的好装 它因为有很多的分舱设计以及非常丰富的这个可以挂东西的这个配件 所以几乎你想装的所有的物品大物品小物品都能找到合适的口袋去装它 就是非常的人性化 它的口袋和分舱非常的丰富 首先顶部有一个带拉链的口袋 打开背包内部有一个网面口袋 除了在这个口袋里可以放一些小物品之外 还有一个红色的钥匙挂绳 这里可以挂钥匙非常的方便 它的肩带上有一个网格弹性口袋 可以用来放手机 正面有一个外挂孔可以挂雪斧 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外置的水袋仓 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方便的去放置和取出水袋 虽然它的腰带上也都有口袋 可以放一些小物品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对我新买的这款包的实用体验 它是小鹰型号是暴风28升 是一款女士的轻装徒步背包 希望大家还喜欢今天的内容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和问题 欢迎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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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